我跟严格林认识时间很长 三十多年了 他第一次到我们编辑部的时候 因为他有点漂亮 对我们来说是太漂亮 所以我们就有压力 尤其男孩年轻的时候 我那时候也不算男孩 男孩年轻的时候 特别喜欢票舞的女孩 对 你看 你尽力尽力 他为什么呀 因为女子本身应该是柔软的 只有跳舞能展现他那份柔软 再加上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是很硬的社会 就是这种很硬的社会 所以对我从小就有一种 觉得女孩跳舞是一不得了的事 所以王硕去找沈佳的时候 就拽着我们 我就欣然前往 就是看跳舞的女孩是很养眼 不是这跟你事先 我表白的不太一样 我跟你表白什么 不是说到就当时就是说都想追他 然后都不敢追 我说不是我是所有人 我没我连想都没敢想 就轮不上我想 他太漂亮了 人就断了念想了 因为你追一个年轻的时候 你追一个特漂亮的女孩 成本很大 就是他非常可能不成功 你问他 很多漂亮女孩是没人追的 对 你当年当这个文艺兵的时候 是不是好多这个狂风浪蝶啊 没有 我们那时候不准谈恋爱 哎 一下给递了 心里涌动是另外一回事 我说的是附中行 我能想象到 我看着年轻的时候 他的这个样子 非常漂亮 我觉得我也不敢追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我了解他更多之后 我觉得不追是对的 对 说正事 说正事 对对对 我为什么觉得他不追是对的呢 因为他 这就是正事 他说这就是正事 他太狠了 而且他这个心里啊 这个深似海 你知道吗 那不是说一般男的能驾驭得住的 你比方说 最近写的小说 说正事 马格这个 视作成 你跟我有共同的体验 你知道他为了找 都拍成李绍红拍成电影了吗 他为了找这个体验呢 他真的到这个澳门试了两手 对吧 试了好几手 输了四万多块钱 上了瘾吗 没有 但是咱们阎老师 体验一圈之后 得出的结论特正 就是说凡是沉迷赌博的 绝对没一个好下场 是 这是你的认知 没错 任何一种你沉迷的 比如说你吸毒也好 只要上瘾的东西 都是没什么好下场 他在书里边就说呀 他说他最先是听见 好多男的们老板们就聊天 我跟你有共同的这个见闻 就是 马爷你说为什么都说赢的 这我一直就不太理解 你比如说我要跟朋友们在一起 我会说我比较惨的事 博大家一乐 就是失败 但是真的 就是我的太多的 就是说平常饭局上 听他们聊的 有的时候会 有的时候是动摇我这个认识 就说是不是真有老赢的 因为我听见的 竟是说赢三十万 赢几十万 是 所有的赌博的人 都说赢的不说输的 如果他有一次赢的经历 他一定还陪着 有两次输的经历 他不会去说 而且赢的时候会兴奋嘛 我也碰到过很多赌徒 就是有人一辈子 就我跟儿子就说过这话 我说两个事不能斩 因为当年他自个出去嘛 一个赌一个赌 这俩事是 我说你染上就终身不幸福 这个是不能试的 玩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说你剖析这个心理 他为什么男的这个赌徒 他爱吹这个赢的呢 就男的爱吹 他那个失恋 他也谈得少嘛 他老谈 他怎么追上的嘛 对 是不是 男人都挺虚荣 而且赢的那种快感 肯定是让他一直记忆有什么 对 他在里边有句话 我记得一下说 赢的那种满足感和那种自豪感 怎么都输不去 对 我原来看过一个书 然后它是叫 后来被翻成拍成电影 叫Molly's Game 然后这个Molly 他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组织 地下排局的一个组织者 她是一个女的 然后她就组织所有的这个上流社会 电影明星大老板 俄罗斯和一帮赌局都是她组的 那书里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她形容有一个男明星 特别爱毒 她就说你为什么这么爱毒 她说我不是爱毒 我是喜欢摧毁别人 所以我觉得本身愿意上排桌的人 他就有一定的这个侵略性 或者是攻击性 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爱那种赢的感觉 是那种 我摧毁了别人的感觉 我觉得愿意上堵桌的人 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吧 或者沉迷 沉迷那个堵桌的人 那么性格里有特殊之处吗 你觉得 我觉得一个是性 我的推测是非常大胆的 可能也会也挺得罪人的 我觉得西方的那个赌徒里边 我去拉斯维克斯的时候 一看我就是这赌徒吧 你看上去就挺像赤梅王俑的 就感觉就是那样 就扫下来的 社会上扫下来的 社会扎子 对 然后那个 我在这边看吧 就我讲的 马格就是那个澳门吧 你看那一个一个都是挺 你一看上去 他就是 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他来这 然后我就觉得 你都成功了 你还来这干什么 你不在那边 对吧 你那张大赌台多好啊 你都成功了 那这些人都是 都是 极异的 那时候当时我听见极异 我13年14年开始 调查这件事 我心想他都 他都几个亿了 他还来这干嘛 后来我一想 也对 他这个 他要输掉不也没什么吧 不 但是真有输掉 两三个亿的 一晚上 一晚上 就有输到 这一生的事业 就复制东流了 对 甚至这个人就走路了嘛 对啊 消失了这个人 就没了 就说这谁 他那个 有一个那个朋友 他帮我 他是个爹妈仔 他说 这个我要跑路之前 他有一些特征 什么特征 一些特征 就是说 我这 我这个楼盘 怎么怎么着 就挺 特别忙 特别火 然后过一阵子 常常就掐电话 就 要么就不接 要么就接一半 就赶快 就说 有事了 什么的 当然了 还有一些 就特别明显的 就特别明显的就是 不开机 找不着人了 对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因为并不是中国人 赌性特别强 其实你看那个韩国人的 他们设计的这种 Pachinko Machine 那种 那种Game 对吧 他也是像日本人 还有印度尼西亚 对吧 还有马来西亚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 我在想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 特别的紧缺 就是在一个人 人体人的地方 他有一种危机感 和胶着感 就对于怎么样 就是 就是 就是说什么时候 饥荒会发生 因为我们过去的饥荒 发生的频率特别高 这其实都 沉淀在我们的 集体潜意识里 就是亚洲男人的 那种胶着感 就是说我 一旦不是这种 一笔横财来 我就没机会了 所以他对这个 刹那间就发财 快钱 这种梦想 这个梦想是 已经是 我觉得是 从很多年 很多代 延续到我们现在 虽然这些人 都已经 发财了 实际上 在中国的发财经历 很多人都是 报复的 对吧 就是在一个 短暂的时间里 如果你说一个 像很多人 他是一辈子 他可以 发财 有像中国人 这几十年 或十年当中 他 刹那之间 玩金融的 就是上市一下子 对吧 就很多时候 他给人 甚至就是说 他在赌桌上 这样一个 就是最最 符号化的 他们本身的 这种梦想 所以我就 能理 我就不理解 你知道我 亲眼见过 就是 你很难理解 一个人 辛辛苦苦 创业 一辈子 挣了二十个亿 比方说 就是扔给澳门了 那么 我真的觉得 就说 他是傻子 我再给你举一例子 就是前些年 判了一个 贪官 好像是一个湖南的 你说 这个哥们 打什么主意啊 拿着公家的钱 一个亿 他想着 我去了那儿 一把 一个亿 回来 照样还到公家账上 我就 人怎么会 这样想问题呢 就是愚蠢 这个很简单 你刚才说 这个 戈林说 这个欧洲人 美国人 赌性都一样 其实不一样 我跟你讲 很简单 中国历朝历代政府 都禁毒 如果中国开放赌场 他绝对不是日本 绝对不是韩国 他倾家党产的人 有的是 越货杀人的 有的是 所以为什么 国家禁毒 这么大力量 一定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在看啊 我们除赌博以外 你去看 期货 中国市场 有很多人为此自杀 前一日子 有好多人 什么弄那个比特币 杠杆方的 一百倍去弄 那就是赌博 那有什么 那就是赌博 赌博完了以后 他拿命笔这事 过去赌博 把老婆点上去的事 有的是 孩子都卖了 去赌博 所以你知道 前龙当年赌博 就是下那双路棋 那么 前龙时期下那双路棋 全国赌 那皇上就说 最后皇上没法去 辨识这个事 就是说 谁赌谁不赌 就是谁下这棋 我就杀谁 你就甭跟我赌 因为一赌社会 就非常的混乱 这个戈林老师 你有个分析 可以讲讲 就是他觉得 是不是东方人 有点偏感性 这个感性 跟赌性 是不是有点关系 对 我觉得是 我们这长处是悟性 悟性 灵感 对 啪一下子 悟到一个东西 在长期的一个 好像是 没有沉思这件事 啪 悟到一个事 对吧 他特别赞赏 这样的一种 灵机一动 他不是靠 每一步每一步 非常坚实地推理 推理出来的一个 对吧 一种结果 一种判断 他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 跟他们的 最开始的那种 就是信仰 可能是不同的 所以还有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 我刚才没说完 我说 我觉得这个 就是哪个国家 他的贫穷的人 越多 而且这个 聚财恋赋的机会 越少 他越会去读 因为我觉得 我们这个 这个民族 实际上是 人特别多 然后呢 饥荒 在历朝历代 发生的 特别频繁 然后一个男人 他这个 作为一个 provider 他就 做一个 赚面包的人 对吧 他就是一个 非得就是 在 你看两场战争之间 只有这么点缝儿 因为他的潜意识里 知道下一场 灾难会来得非常快 他要在这个 非常短暂的 时间里 发财 这就是 我觉得我们的 民族潜意识 我这样合理化他们 就是说 不是我们比人家 就理性发展的 更不健全一些 应该说就是说 为什么形成这种文化 一定是有民族的 这个心理的 这种基础 对吧 我就觉得最惊心动魄的 就是那个 我在这个 这个 读这个福桑的史料的时候 就是华人当年 华公卖到那边去 他们做十年 才能够有一次 挣够的钱 付得起这个 这个这个船票 回家去生一次孩子 或者去结一个婚 然后去盖一个碉楼 对吧 就是就是他们就 就存十年的钱 才够干这么一 回家一趟的 那就在 他那个大船下面 全部是赌场 就是底舱全是赌场 他们就把钱全部 输光 然后到了那边 连短 就剩下一个短裤在身上 衣服裤子 统统输光 回家干嘛来了 他就没法上岸 没脸上岸 对吧 然后岸上都是他们的 他们的家人 母亲 妻子 他们就掉头 就就就跟着船 就回去了 所以这个 然后觉得 哎呦 这么这么傻 但是你知道 你跟这些赌徒 去谈话的时候 他告诉你 他说 我那一手 我都有感觉 我那一手 我就就是我 就就就没跟着 我这感觉走 我就怎么着了 他老觉得 他是一种 必然被他这个 偶然给打败了 他应该必然 他是会赢的 就很多人买股票 卖股票也是这样说 我这个 我觉得这个股票 就怎么着 他讲的很有道理 实际上 我觉得我们 所有买股票的人 他不像 就是这种股票市场 非常成熟的吧 股民心理 非常健康成熟的吧 他就知道 蓝筹应该有多少 对吧 这个高级 科技应该有多少 还有你夺的岁数 对吧 你可以多少是 放在这个股票里 多少放在存款里 多少放在房产里 多少放在 什么退休账户里 就他这个盘子 要根据你自己的岁数 赌的成分 要越来越少 就是高风险 高回报的那种 要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教育 你知道吧 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我的公公 就是他是个美国人 他是个教授 他那时候是70岁 他说 还 他问他 那股票怎么样了 我还买什么股票 我现在连根青香蕉都不买了 我等不及他黄了 他说 对 就是说这个 就是越到岁数大 你看现在我们很多 大妈大爷 他们还在玩那个风险 特别高的股票 那个 所以什么爆雷啊 什么P2P都会 那就是赌博呀 对吧 对 所以说咱们就没有这种隐啊 在这个隐啊 他肯定是不是跟心理有关 你进去过 你见过那些人啊 就是说你写的眼睛是绿的嘛 是吧 我会觉得就是输赢之际啊 那可真是玩的就是心跳啊 他是不是这种东西 忽悠一下子 你能体会到高血压了 那家伙 尤其是那些贵宾厅 这些大赌的 你想想 你说到最后 他是像赌影一样吗 他是一种 他在精神上 你觉得他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嗨啊 肯定是他在赢的那种 他在进入那种 全部的那种 身上限速都被调动起来 那种嗨点 那输不是沉入深渊了吗 但是他在 那输里肯定包 他认为 那理论上也包含着赢 对吧 他就是他这个 这个任何一步都包含着赢 这赢是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是被他们放大了很多的 然后这个可能性就让他嗨 对吧 所以很多人你说 抽烟也好 什么吸毒也好 他本身 本身有实际作用吗 没有啊 他就让你这个人 一种凝聚力 这种凝聚点高得不得了 这种人忽然出现了一种 另外一种生命状态 还有呢就是说 如果一旦赢了 就赢了很多钱的时候 他感觉到这笔一点一点 爬鸽子 什么你天天去演戏那样 因为这是一种主宰的眷顾 这是一种高于你的 一种主宰的眷顾 女性作家 他有一个特别敏感的 我觉得也挺难受的 他这体验生活 我发现你嗅觉很灵敏 对 他老觉得周围人的味儿不好闻 就赌徒身上的味儿 为什么不好闻 因为很多人他在那儿 我觉得他在一个人很贪婪的时候 那种荷尔蒙 是一种贪婪的荷尔蒙 我以后得离你远点 而且他们都不去 没洗澡 也不洗澡 也在那儿过了一夜了 然后喂了也没有东西 而且你吃进去的东西 没有好好消化 又再反出来 然后汗的味道 然后加上那个各种味道 我的话原话 你们都快招苍蝇了 所以呢 很多赌徒都是男的 但是我觉得你写的角色 你写的系列小说 这个塑造的女性角色 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爱情的赌徒 那你说这个 你看啊 其实我觉得他写的很多女性啊 都是那种 怎么说 比男人强 你明白吗 但是呢 还得包容着男人 但是呢 这个还得控制着男人 而且就是似乎比男人自己 还更了解男人 好像就是这种 有种特别狠啊 特别认啊 百折不挠的 有那么一个劲 我对自己就挺很大 你想他那个 那个能够留学 上学 修 五门课 然后还要自己打工 养活自己 好家伙 失眠三十年 是吧 最后成这么一个作家 这么多小说被改变成电影 甚至还会有人说 说是这个女 你描写的这个女性啊 到底该怎么看呢 是说这个女性应该 这个这个包容着男性 照顾着男性 甚至纵容着男性呢 还是 就是有些人还会甚至会觉得 你写的女性 让他们觉得新时代的女性 不应该这样 对男的太好了 对 你有这感觉吗 有吗 我不知道呀 我觉得我的这些 是的 我的女性都不跟男的一般见识 为什么呢 因为她就不跟男的一般见识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 是改变不了的 很多的 只能让你自己显得很讨厌 看上去很讨厌 不是看上去很美丽 看上去很讨厌的人 我是不做的 对吧 我老跟我的朋友说 你看你这股票 你就别这么弄了 对吧 然后讲不听 我觉得我都是多讲调的 上海人叫 那些不能讲的 所以男女之间和女女之间 成人和孩子之间 很多话你都是多讲调的 不用讲的 因为很多事你讲了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对我的孩子 现在也就这个态度 关键的几件事 讲一讲 其他是不讲 跟我的先生也是不讲 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明白 他要是能意识到 他就意识到了 如果意识不到呢 讲了你就会显得自己很讨厌 我不愿意做一个讨厌的人嘛 那叫 英文叫Nagin 一个Nagin的女人 就是一个 唠唠叨叨的 对 很讨厌对吧 所以就 我大概十年前采访过 严格林老师 算是对话吧 然后 当然我当时问您 我不知道这个答案 有没有发生变化 我当时问严格林老师说 最喜欢的 或者说最崇拜的 或者最推崇的女性是谁 然后他给我一个特别诧异的答案 他说是希拉里 就您当时说是希拉里 然后我就特别诧异 我本来以为会是一个很 什么奥大利赫本的 什么之类的 很女的 就是很女性化的这种 但是他当时就是很欣赏 希拉里的这种 雌雄同体也好 或者他身上有很踏步的一面 对 我现在肯定变了 那个时候正好希拉里到 到我见了他一次 但是他虽然是一个就是 女性非常非常有有谋略的 非常有这个就是大面上 对他的丈夫的那种出轨 也是做得非常大样的 好就是一种大女人吧 但是我看到他的那种疲惫 和柔弱的东西 就因为很近距离的吧 那我就产生了一种 就是说他得他得就是使着多大的劲 就内伤多少他才能够 他才能够达到他今天 这样的一个大格局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真不容易 但现在不会了是吧 现在不会了 我对闫老师的理解 我觉得他是那种 是不是也是从小太漂亮了 我发现有的时候 从小很美啊 各方面条件很好的女孩啊 她也自然的会产生一种啊 要好啊 就说我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最优秀 你把我就是要好要强 有些人相反 你就会发现 有一种是不给好那人 就是你不管把什么环境条件给他 他做出的都是最恶劣的一种 最烂的一种反应 你看他我就是觉得 他就属于 这个这个 就是勤奋 对吧 什么事就是靠着自己这个苦啊 吃苦啊 也觉得我一定要把他拿下 写小说啊 写小说的同时呢 我还要给这个老公给女儿做每一顿晚饭 对吧 我要做什么都要做到好 哎 我要凭小写小说能够养家活口 就对自己 哎 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女人 那我可恶的时候也有的啊 说一说 说一说 这种可恶的时候 我希望越来越少 那也就是唠叨 这就是 就是女人要学会不断的成长嘛 虽然是我这个岁数了 但是你还得成长啊 要不然的话 就 其实呢 我觉得我呢 是从小当兵 就是当兵 我们是吃了很多苦的 从早上 六点钟起床跑操 我是四点半起来就练丝工 所以就这种时候 就这么一段生活 已经成了就是 穿过红武鞋的人 就穿上去 就脱不下来的 是吧 所以但是我觉得 创作跟我过去跳舞比起来 那就省事太多了 这个这种苦是一种 你能不能寂寞啊 能不能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 应该说是富有创造力的人 我很喜欢写作这件事 但是你知道 你这样的就是 就算女强人嘛 真够强的啊 她实际上 不是女强人 我是要强 要强 你意味着一种什么啊 我呀 做妻子也要做得响当当 做母亲也要做得到位 做作家 我要写出最好的 最能表现我自己的小说 就是我门门都要全能 但是呢 可能现在有些女人来说 你是不是把太多的负担 加在了女性身上 哎 比方说老公 为什么不能帮我做家庭 这个富男 对吧 比方说 为什么一个 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要把自己要求 全方位都做到这么好呢 为什么男人不承担更多的呢 对 我觉得男人 其实在帮你的很多的东西啊 比如说我老公 她是 我要出门 她先把这个地址 什么什么弄好 然后搁在那儿 但是我 她就搁在我的包上 也说 那个地址就在那儿 但是我包一拿 那个地址就给我扔了 对吧 然后到马路上 就打电话着急 你说你在哪儿 就是这种说 不去了 我不去了 就发 使性子 都会发生的 有多大的强 就有多大的弱 一定是派好的 就是我有句话 叫喜欢自己 还不喜欢自己 我今天做的这个人 这个严格林 这个人做人做的 照我自己喜欢吗 不照我自己喜欢 这一天晚上 我就很不高兴 你知道这一代人呢 我们这代人 跟下面这一代人 完全的不同 我们所有的人的潜意识 或者意识中呢 都很清晰 就是你所有的事情的成功 一定是你的努力 对不对 不可以白来 今天有很多人是白来 比如 我们不是说富二代这个群体 他富二代本身是白来的 他爹给的 我们这代人 没有一个人是爹给的 你爹是作家 也没给你什么 对吧 他不可以给你任何关系 然后你的努力的 你的所有的努力的成功呢 在当时的社会的 那么狭窄的竞争渠道中呢 每个人都是非凡的努力 他不像今天 他会偶然的成功 比如一些网红 突然弄个什么事 一下就红了或什么 这个都没有的 我们那代人里 没这个事 所以呢 他其实你老说 他一个女性的 这个这个身份 他女性只是个身份 但他不是一个固有的身份 男性也是这样 所以他想获得这个社会成功呢 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叫付出 只不过女性比男人更困难一点呢 就照顾的多 你比如你刚才一说 就是母亲女人什么 男人就是男人 他就没有说 你说一个男人 你在说他父亲吗 他就没这个角色 他尽管是个父亲 也没人要求他这个角色 但女人就要要求这个角色 所以在中国社会中 女人成功就相对 我们那代人比男人要少很多 也是这个原因 受教育程度是普遍的 我们这代人 已经开始普遍受教育 就是说 有一万个男人受教育 就有一万个女人受教育 但是一万个男人 他出来能成功 相对世俗意义的成功 和一万个女人中 比较起来 还是女人少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我觉得严格林老师 挺可贵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也不排斥其他的 这种作为母亲妻子的 社会角色 也不排斥谈那种社会角色 但是我是觉得 现在我不太喜欢 那有一类就是 所谓的女强人也好 或者女药强人也好 就是他们梳理自己的墙 是通过贬损 另外一半梳理起来的 就是觉得 怎么说 就是他们的墙 是把这个对象 就变为一种没有用的人 或者是小奶狗也好 或者什么 就把它作为一种伴侣动物 或者是一种宠物动物 他通过贬损另外一半的能力 和社会属性来建立说 你看我是多么强 多么能干 多么的全能 就我觉得这种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也没有必要去塑造 塑造这种对立 你看啊 就是严老师呢 我觉得 她是自己要求 对自己要做到自己满意 她是一个自为标准的 一个要求 但是我觉得 你又说你说跳舞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 跳舞的女孩啊 她很难避免被别人评判 就这个 我觉得影响一辈子的 就是我在想 跟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关系 就比如说从小 那谁跳这个 什么中间的位置 谁跳前排 完全是老师 就说了算啊 就是你从小是一个被挑选的 不管你多努力 最终是她说她跳 但是就在这啊 那么你现在你推而广之啊 很多这个女性啊 她所谓的这个要好 你比如说你知道 就是有一个 13岁的一个外国女孩 在YouTube上 她因为她的父母就是 可能经常说 你长得不好看 她不知道自己 长得好看不好看 然后呢 她就把自己弄在YouTube上 她让全球的这个人 就说你们说 我长得好看不好看